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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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應該是有破水泥路面 但是路面貓落 加上比較嚇 這台有市場的車輪 也是相片的爬不開 這個九十度的回彎 因為有無法車的空間 最好用肉圈的方式爬上 這段路是經過嚇 而且是吹舊路面 車輪完全爬不開 連鄉長都下來推車了 立委也去推車 沒辦法 連人在鄉長空門坡 跟委員空門吉 都只好路要撒車 再不用共同車輪到路上 沒開過這種路 還有比這個更陡的嗎 那個還要再上去 更陡 上面更陡 一下就會 會調車啦 已經透過孔文吉利委 跟水保局 爭取到250萬元的 路面改善的經費 那未來這250萬元的 工程經費 我們就預計要做這條 這條路的改善 九八十五三道路 因為大方刷造成交通中等 雖然要整除三頁道路 跟屯元攏路 可以通行 但是路面都不太好 路面不太好 路面不太好 路面更加了點多久 適合保鑼 寄民救可憐天 我們的路啊 路啊一定要通啊 我們的路沒有通 我們怎麼出去 小孩子發燒 老人生病 心肌梗塞高血壓 要怎麼辦 要怎麼運出去 你要繞一間的話 要花個快兩個小時到埔里 可能就是沒有了吧 有困擾 差不多差 一兩個小時的路程 因為走這邊 我直接到埔里 差不多一個小時多 如果從那邊 我差不多 將近兩個小時 都到埔里 最好是 就盡量搶修 讓村民出路好 比較好 不管是說 現在有很多方案 用民稅道 或者是說上面要噴漿 或者是直批 那這個都是一個大工程 經費啊一定是很龐大的 這個一定要我們中央政府 來介入 來協助 農漏的部分 至補給已經有250萬 將協助改善部分 路空非常壞的路段 但是到85山秋通 到未來的福建工廳 立委公文的強調 一定會要求中央政府 專力來提供協助 接著王朝聖蔡宏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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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